对于舆论的谩骂,李笑来认为自己很委屈,明明说的是,不要骂散户少逼,散户最牛逼,可缠出去制成了他骂散户是韭菜。 他说,亮子脸是空气壁时,也用手势比了一个双以后,如今亮子脸主网早已上线,怎么会是空气壁? 澄清完自己,李笑来了也没忘了对死敌陈伟欣,其实真的是很难对付的,因为他总是高举着正义的大旗,跟他对着干,就好像是我要跟正义对着干似的。 这篇回复到最后几乎成了对陈伟欣的个人情算会,李笑来称,其明显带着商业目的来造谣重伤,对自己造成了商业损失,有一必要将自己的民事体粗诽谤。 改为走形式流程,一连串爆料和骂战冲击下,比特币的中国首富李笑来最后还是低了头。 7月9日晚间,李笑来在朋友圈宣布,此日全球去困链创新基金,熊岸基金的管理和伙人职务,并解释称,自己让熊岸基金受到了很多负面影响。 一段录音,躺枪无数,李笑来的录音一出,毕称哗然,有人认为他说了大实话,也永远吃鸡一鼻。 毕竟这段繁华连篇,尿语连珠的掏心话扎到了太多人,有的话正好出中了痛点。 播唱创新基金会创始人孙宇晨,被李笑来称作大忽悠。 谁看谁猛,猛到什么程度呢? 您知道他是忽悠都不好意思骂他忽悠,怕别人骂自己傻逼了。 孙宇晨有一个网号被圈贾跃停,目前孙人在美国,他的微博回应很无力,听说我就躺枪了。 网友纷纷留言,安慰,没事,大家都知道你是骗子,李笑来没本事给你安名号。 不过,另一名众乘者币安交易所就没那么服气,币安CM都联合创始人合一从福田盖地的媒体报道中的知识这件事,还有热心用户整理了具体内容给他看,可以很快在微博回应,骗子看谁都是骗子,傻逼看谁都是傻逼。 在李笑来眼里,并安交易所的崛起,无非是从了政策的便利。 在国家一刀切的时候,他凭借加拿打护照,在大家关门和退出时留下了,技术好个屁,不前两天刚丢毙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实施造英雄。 对于李的言论,何一认为,交易平台同行有竞争,在背后说什么都不奇怪,他对中国企业家描述说, 这好比差声在背后把优等声都非议一遍,没有具体事情可以非议,就只好说人品差。 相比上次陈伟新的爆料,这次录音的确碎了很多散户的玻璃心,尤其在整个币圈的低落时期,2017年12月, 比特币单价接近2万美元,达到历史最高点。 1月后熊市来临,短短半年过去,比特币的跌幅已经超过70%,比特币价格起起伏伏。 李笑来这个号称中国拥有比特币最多的人,总在行情变化的关口,发表被粉丝奉入审明的言论。 本次没有跟随着财富自由,李笑来却成为一名自贷流量的网红,赚钱漫是原罪。 在接触比特币之前,李笑来是一名新东方的名师,讲课风趣,深受学生喜爱,还深耕博客,出了几本畅销英语教父书。 2011年,李笑来在互联网上,第一次知道了比特币,花了半年时间,去弄懂比特币是什么,半懂非懂知识。 他已经买了2100个秘书局,网络哄人何彩头,在自己的独立博客草联网室里提及,李笑来有一种疯狂的冒险精神。 在他的身上,你时常可以看到死亡的阴影在四周萦绕,生长在东北一个小镇的李笑来,少年时期是一个整日大家斗殴的人。 然而目睹伙伴被捅死,一个认识的混混头目被枪毙后,他开始认真读书,考上大学,逃离了家乡。 何彩头认为,李笑来经历过这样的世界,对自己争取到的生活,有一种异呼寻常的热情。 他把生命是做极短暂的旅程,要尽全力体验每分每秒。 高中时期,李笑来自己悟出了一种快速学习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头黑马去,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成年后,李笑来看周星史的电影《功夫》,里面一句台词天下武功, 无间不垂,雷快不破,他深以为然,于是,他无时无刻不再试图摆脱阻挡他的重力加速度。 当比特币一出现,李笑来便认定这就是未来。 即使比特币的价格波动疯狂,他也冒着极大风险买了一堆。 李笑来对外公开的是,自己拥有六位数的比特币,开头数字是1。 到了2013年,比特币猛涨,李笑来成为人们口中的比特币首富。 不过,首富光环的背后,是巨大的争议。 李笑来在币圈的言论可谓是信口开河,他说涨必定,也参与了各种凝目混乱的VC,本次崇拜他,路人骂他骗子。 在爆出的录音中,李笑来直点江山班说,去快乐世界跟之前的互联网一样。 得表思者得天下,散户最牛逼,别看你现在天天骂散户这帮傻逼,就是他们供养你。 随机应变的首富,割韭菜割出了心得。 2016年7月,李笑来在得到APP里开设了一个专栏,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那时候的李笑来在何一眼里,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擅长用方法论去解决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们有时候会因为项目的事情有过工作交流,但最终都没有达成合作。 一名远居美国的区块链研究者DU告诉记者,李笑来的财富靠吹牛,他的比特币前期都卖光了,后期靠割韭菜。 DU认为,中国的币圈氛围不好,大佬们只知道圈钱,转于经营的网红李笑来脸财能力惊人。 2017年6月,李笑来在台的DU项目上线,短短5天内融资1.85亿美元,市值一度接近50亿美元。 有人质疑DU是50亿美元的空气,李笑来在微博兑回去,空气是没有代码的。 紧接着7月,李笑来推出了新的DU项目,Press,One可能是太急了,这个项目连白批书都没有。 对此,李笑来解释,白批书是提供了也没多少人看得懂,甚至就没几个人看了东西。 可能意识到人傻钱多,项目不够,李笑来还联手另一名同样胜负争议的天使投资人薛买斯,推出了一个玩飘式的一口项目马雷哥币, 居然也成功中筹到了超过一千万人民币,币圈乱向恒生,引起监管部门重视。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六部门叫停预口中国境内所有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将暂停交易, 所有预口项目也将逐一进退。 就在外界猜测李笑来等一众大老会不会凉凉时,长袖善武的李笑来已经开始积极表忠心,寻找做稳定数字货币的机会。 4月9日,在杭州区块链产业员启动仪式上,大会宣布成立100亿的全球区块链创新基金,熊二基金, 由吞兰投资和硬币资本共同作为基金管理人。 风云人物李笑来担任联合创始人。 这100亿中,政府引导资金占30%,于是外界顺其自然地将熊二基金理解为国家队,而李笑来则是在向官方投诚。 如今,面对录音事件和陈伟新的对战,首富李笑来很难带云丹风轻, 头黑马扯VC专注云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 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宣布离开熊二基金,称是为了让杭州市政府更加快速更为顺利地持续推进快链创新。 这不由让人想起去年,中国一口建立一下,EOS项目立刻撇清与李笑来的关系,那时候的李笑来颇有些寒心。 现在主动离去,不得不说善变与快速转身,依然是这名争议人物的人生关键词。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